嘿大家好呀 这次的线稿视频呢 就是接着上一期的两个图形 到底经历了什么中的凌乱的草稿 然后来进一步画出精细一些的线稿 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经常画线稿的copy个勾线笔 然后这一次主要的线条用的就是005粗细的勾线笔 我这次用棕色勾线笔来绘制线稿 会让整体的画风看起来更温柔 柔软一些哦 先用这个非常细的勾线笔来构化出五罐细节的部分 像是眼睛发丝啊 这些非常柔软很轻柔的线条 针对两部轮廓线呢 这上军就用了稍微粗一些的01号来绘制 大家也可以通过线条的粗细 来区分一下构图中的主次概念 衣服的皱褶细节还是用005号最细的线条来绘制 旁边的手部线条呢 就要比刚才的皱褶细节线条要粗一些 更主要一些 这里就用01这个稍微粗一点的线条来绘制 让它看起来更凸显一些 稍微粗一些线条来绘制 其实从这个不额的耳朵呢 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来 像是它露出来的棉花 里面的那些细小的线条 就是用很细的005号来绘制 然后外部的整体轮廓线 就是用粗一些的01号来绘制 不知道大家掌握了这个规则没有啊 像是更外围的外部轮廓线 为了让它整体更粗一些 这上军甚至用了更粗的线条 并且多加深了几遍来达到它线条的粗度 最后基本上所有的线条都画的差不多了 再整体扩充一遍外部的轮廓线 让整个构图线稿看起来更立体凸显一些 像这种粗细线条相结合的线稿绘制方法呢 大家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作品多加尝试 然后多调整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画风的这么一个线稿的模式 好了那么希望这期的线稿讲解能够给你们带来一点点帮助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如果大家喜欢本局的话 不要忘记转发评论赞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